这个视频我来说说等量关系与方程 咱把鹅和两只鸭子放到悄悄板上 看来一只鹅比两只鸭重 那再放一只鸭 哎,看来一只鹅的质量比三只鸭的质量要轻 那再用一只鸡换走一只鸭 看怎么样了 悄悄板平了 说明一只鹅的质量相当于两只鸭加一只鸡的质量 一只鹅与两只鸭子一只鸡之间具有相等的关系 可以用等式表示出来 这就是等量关系 再比如 著名运动员姚明的身高是226厘米 姚明的身高是妹妹的两倍 笑笑比妹妹高20厘米 咱来看看妹妹的身高与姚明笑笑身高的关系 先用一条线段表示妹妹的身高 姚明的身高是妹妹的两倍 那就画这样的两段 笑笑比妹妹高20厘米 先画出与妹妹同样长的线段 再画出一段表示高处的20厘米 咱可以用等式表示姚明身高是妹妹的两倍 也就是妹妹身高乘2等于姚明身高 或者是姚明身高除以2等于妹妹身高 那笑笑比妹妹高20厘米 用等式表示就是妹妹身高加20等于笑笑身高 或者是笑笑身高减20等于妹妹身高 那笑笑和姚明的身高也可以用等量关系式表示 姚明身高除以2等于笑笑身高减20 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写吗 没错 因为等式的两边都等于妹妹的身高 那再来看看这三幅图中的等量关系是什么 第一幅图中天平正好平衡 说明天平左右两边的质量相等 列出的等式为10克等于2克加樱桃的质量 中间这幅图 四核种子的质量一共是2000克 因为每核种子的质量相同 所以可以列出等式 每核种子的质量乘4等于2000克 最后一幅图 一个水壶2000毫升 里面的水刚好可以倒满两根水平和一个200毫升的水杯 可以列出的等式就是 每根水平乘水量乘2加200毫升等于2000毫升 那如果用X表示樱桃的质量 那么第一幅图的等式可以写为10等于X加2 如果用Y表示每核种子的质量 那么等式可以写成4Y等于2000 如果用A表示每个热水平的乘水量 那么等式可以写成2A加200等于2000 像10等于X加2 4Y等于2000 2A加200等于2000 这样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方程 所有的方程都是等式 但是等式不一定是方程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关系 好了 就说这么多 你明白了吗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